花莲县生命县协会庆祝46周年 特别邀请由医师领军的玫瑰木乐团 来举办慈善公益音乐会 以生命摇滚的表演形式 全市医院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藉由充满启发和鼓励的故事和音乐 来为花莲的乡亲们打气 带领大家走出失望和悲伤 重新唤起对生命的勇气 花莲县生命县协会46周年活动 及玫瑰木乐团慈善公益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在文化局的演艺厅盛大举行 第一阶段由协会的会员们本末登场 进行精彩创意时装走秀 接下来是慈善公益音乐会 今年特别邀请与台南市立医院 急诊部主任修士杨医师 所领军的玫瑰木乐团 用生命摇滚的表演形式 藉由充满启发和鼓励的故事及音乐 为花莲乡亲加油 今年的活动 我们非常的特别 在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厅 我们有一个慈善音乐会 那在慈善音乐会前 我们所有全体的志工 还是热热闹闹的粉末当场 也有一个变装秀的一个来串场 共有十组 一百六十四位的志工同仁 我们一起把自己打扮的各式各样的主题 配合音乐来展现自己的自信 疏解自己的压力 那当然由这个我们台南知名的玫瑰木乐团 它带来的这个生命的一个乐章 更是能够启发我们对生命的尊重 那1995是我们千里一线千 帮助在耳边 在花莲承受地震和风灾这么严苦的打 大家景气上面都有一些辛苦的状况 然后希望1995能够保护您 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可以打这个专线 谢谢 花莲县生命线协会在今年的0403地震当中 也号召全国的生命线伙伴 募款66万多元给县政府的赠灾专库 而这次庆祝协会16周年 也希望借由振奋人心的艺术展演 还有美妙的生命音乐 振发起大家的希望和勇气 一起努力让花莲可以重新出发 借理会欢迎市报道 好